在雲雾撩肉中 悠然见连山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位于广东省西北宇 月香贵三省的交接处 是壮族人民居住地 更是氯化造林的百强县 第一张名片是全国的养八之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里的森林覆盖率 达到了86.2% 是全省的最高 那第二张名片的话 是岭南的避暑圣地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这里冬天的话 没有严寒 夏天的话没有酷暑 平均温度大概是在 18.8摄氏度左右 那第三张名片的话呢 是壮谣风情之都 那我们这里的人口 大概是12万人 壮族 瑶族就占到了 60%左右 连山有完好的原始森林聚落 古树参天 翠竹连绵 不离子含量高 被当代著名作家 文学家秦牧 称为岭南翡翠绿洲 是一座高山森林养霸 2016年更获得全中国大陆 百家深呼吸小镇的第十名 漫步在这座绿色小城里 您可以放肆地深呼吸 尽情地冲氧兼洗肺 而耸入云端的金子山 地形陡峭 有南越小华山 与广东第一险峰之称 在山林中 由一条长达600公尺 超刺激的华道 是富氧油外的 另一种高山挑战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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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坡地地形 顺势建造的陡峭滑梯 不止增添趣味性 也进而解决了游客体力不支 无法下山的困境 卡住 好 实际体验这个华道呢 真的觉得非常安全 因为又有手套 沿途又可以看风景 非常好玩 最顶峰的时候 你往下看 可以看到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就像一幅非常美的一个油画一样 非常的美 那还有的话 冬天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南方这边 是很少见到雪的 就下雪天是很少的 那金子山这里的话 几乎每年的冬天 都可以看到雪景 除此之外 在连山 还有一个不容错过的 原生态景区 山高临身 溪水清裂 瀑布成群 气势雄伟 在大絮山瀑布群景区里 绝美生态 一眼尽收 这个被誉为广东九寨沟 岭南西双版纳的 瑶祖美地 引人叹秘 负离子是衡量空气的 好坏标准 那我们大絮山的空气负离子 含量最高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 每立方厘米十万个 所以这里的话呢 还具有天然氧巴之称 我们的大絮山不仅山好 而且还富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 大絮山瀑布群景区 绕旅人们 看见自然的山水大美 而连山 这座天然仰霸 层层山色远 处处水生幽 大雾山山顶 常年云雾缭绕 山脚下梯田绕山层叠 犹如姚家姑娘的美丽裙带 由于姚族一般都市居深山 因此有岭南无山 不有姚的说法 蓝天白云 浪漫穿行 绵延近三公里的乌山梯田 高低错落 美不生收 实质春耕之际 放满水的梯田 犹如明镜 是广东省规模最大的 原生态梯田景观 本身我们这里 我们住的是住在我们这里 有一座大乌山 大乌山的 在我们广东的话 都是比较有名的 大乌山海拔的是 1659米海拔 所以它在广东比较有名 我们要住在山脚 因为住在山脚 本身我们这里 因为有人住了 我们肯定要吃饭的 吃饭就要做田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原山这样做的 姚族村民在千亩梯田中 开山耕田 充分利用地势 优美曲折的线条 就像是一幅浑然天成的 水墨田园写一画 自古极有九山半水 半分田之称的连山 除了一山耕田 更顺着山市 开辟种茶 连山当地民间 有这样一首山歌 唱到 连山山学好 好水山连山 连山齐山之美 有大名皇太后 李堂妹化身的皇后风 是岭南第一美女风 高山林蜜出好茶 这里的高山云雾茶 享有盛名 因为我们茶园的种植基地 都在半山 在850米到1000米之间 然后常年都是云雾缭咬的 还有就是说 我们这里 昼夜温差比较大 对茶叶的那个生长 那个茶多分 跟茶碱的那个聚集 是比较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土样跟水分 是含含那个负山 一个微量元素 对防癌抗癌是有一定的作用 相传明朝皇太后李堂妹 饮用当地山茶 治愈了她的皮肤病 皇后风的皇后茶 才广为流传 是一芽一芽做出的茶 就是特等的 二芽 二叶一芽 那个就做出来是二芽茶 这种呢 就叫上面一个芽 上面一片叶 就一芽一叶 可以看一下 那一芽二叶又是怎么样子呢 一芽二叶就是上面 一个芽上面两片叶子 就是一芽两叶 身穿壮族和瑶族的传统服饰 在茶园中体验采茶乐趣 一芽一叶的采摘 徜徉绿草如荫的美景 在切意与优贤中 找到了反谱归针的初衷 冲茶时沿着杯圆 以逆时针的方式冲泡 避免热水直冲 让茶变得苦涩 不止泡茶 如何正确品茶 也很有学问 第一口因为 第一口我们 这不是把那个茶叶 直接吞进 吞下去的 就是留在那个口腔那里 可以在那个口腔那里 打转一下 用那个舌头 就把那个茶香 就停留在口腔那里 然后第二口就停在 就是慢慢的品 就停在喉咙那里 第三口就直接品下去 那个茶香回干了 它会在整个口腔 都会停留的 高山云雾茶 特有野生高山气韵 充满着自然的清香甘甜 茶园山泉富含矿物质 水质清裂透彻 流向月 香 惠三省 山上的大小泉眼 共有二十多条 汇聚一起 滋润着三省万物 连山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 成了不少旅客 体验山林旅行的选择 位于吉田镇 南面茅田界半山腰上 还有这一个 让旅客慕名朝圣的 茅田界观景台 可以俯瞰这座绿色之城 在这个观景台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连山八景之一的茅田云海 也可以看到 整个连山县城的全貌 这个观景平台的 最大特点的是 在雾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常常看到 云雾鸟牙的奇观 在晚上经常可以看到 浩瀚的星空 岭南翡翠 山水仰霸 广东省清远市的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积极推广生态旅游 农业观光 打造乡村休闲度假圣地 厌倦了城市的喧嚣 不妨来连山 深深呼吸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山这个美丽宁静的地方 有着少数民族的美丽故事 唱着壮谣歌曲 漫步田间 走进偏远乡间 有着壮族瑶族 最原始传统的一面 蒙洞村有人口906人 以少数民族为主 少数民族就是壮谣 壮族有500多人 瑶族差不多200人 我们整村就是以果树 含有林木 种植林木为主 它这个三哥 我们壮族的三哥 它是水口出 它没有固定的歌词 它是具体性的一个 它想想就是跟平常聊天一样 它想说什么 它想唱什么 连山有眉的蒙洞村 位于连山信城的北部 过去村里路差 村脏 人穷 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整治 如今村道整洁 小巷幽静 不同时节 皆变直花海 美丽乡村因而获选为 2016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壮香窑寨的万种风情 演绎着乡民幸福的小确幸 总是面向阳光的向日葵 就好比蒙洞村的勤奋村民 总是扎实有效地配合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透过特色村寨建设 进一步提升农民收入 而位于连山太保镇西北部的黑山村 则是另一个特色村寨的代表 黑山村里的金鸡嘴村 由于左边的山脉 形似金鸡 村建于鸡嘴边而得名 这里风光秀丽 村道整洁 不时可见一家老小做农活 而金鸡嘴村 特有的龙凤翘角 壮族装饰建筑 和壮族特有的门窗雕花 都充分展现壮瑶族 聚居自然村 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梅园到现在 有人过来居住 到现在是350年的历史 主要是以壮族 瑶族的那些风格 好像有龙头 或者是有绣球那些 那些local 那些都是好像瑶族 都是有他原来瑶族的local 壮族也壮族的local 这些都是他本身民族的一个风格来的 好像仓发 它是壮族的仓发 它都是有梅发点缀的 瑶族的都有铜骨那些点缀仓发 都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 延伸过来的 在壮香瑶寨里 亦游探千年 联山民族的特色村寨 成了新兴的旅游热点 由于县城至今已有1500年历史 世代繁衍 民风浓郁的壮谣军民 至今仍保有自身独特的民族语言 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古樸庄严的公祭盘王大典上 瑶族男女老兽都穿上自己民族的盛装 用吟唱 祭酒 舞蹈 上香等行事 来祭祀盘王先祖 江船远古时期 盘王子孙迁徙渡海 日狂风暴雨 于是许下盘王大院 随后得救 每逢农历十月十六之天 瑶族都会举行盘王节活动 感恩还愿 祭祀祈福 身穿盛装 参加盛典 瑶族的服饰穿着也相当讲究 服饰上精美的花纹色彩夺目 工艺精美 经过千年的传承 透着浓浓的民族色彩 祭祀盘王的大典上 来自各地瑶族的热情歌舞 是盘王节中不可或缺的精彩元素 在舞蹈上面的话 我们有瑶族的小长鼓舞 目前的话 我们这个瑶族的小长鼓 已经被列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瑶族小长鼓舞这个舞蹈内容 是非常丰富的 凡是在我们这瑶族的任何的一个生活内容 都可以通过这个瑶族的小长鼓舞来表达出来 壮瑶风俗 丰富独特 这里的壮族昏俗也是一大亮点 迎亲队伍身世浩大 吹奏着鼓 锣 唢呐等八种乐器 组成的壮族八音和新郎关一起助庆名曲 我们连山有着非常浓厚的传统少数民族文化底蕴 在音乐上面的话 我们有壮族八音曲 瑶族八音曲 那我们这个八音曲主要是在同胞们结婚 或者是新屋桥迁 或者是寿宴的时候会吹响 同样的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节日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盘王节 汽水节 牛王蛋节 也会吹响这个壮族八音曲 那这个壮族八音曲的话呢 主要是给我们的节日增添了这个喜庆 跟热闹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壮族取亲 婚礼多在秋冬和初春进行 婚礼前南方行僻纳采 卦筹布彩球 以示明媒正取 壮族的婚俗还有这么一说 新郎去新娘家接亲 如果见了面是相撞 会有口舌之便 为了能够百年好合 在新娘出嫁前 双方得要各自吃饭 不得相见 这壮族婚礼非常的特别 传统的壮族婚礼当中呢 男女双方恋爱的时候是不可以见面的 就结婚的当天的话呢 男方会派出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 去到女方的家里去迎亲 那我们的新娘子穿的这个 就是婚嫁的这个礼服的话呢 也是非常特别的 是黑色的婚嫁服 还有称的是黑伞 那身上戴的这个头饰的话 也是非常的漂亮的 非常的特别 踏入夫家后的新娘 踢着水壶到村里的水井取水 为的是给夫家长辈亲友煮茶 展现贤熟之礼 并望族人观照 在岭南这块广阔土地上 繁衍生息的壮摇先民 他们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至今世代绵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联山壮族窑族自治县 位于广东最西北的角山区 与广西和湖南交界 和壮 壮 窑三族聚居 其食物风味在广东最为特别 优越的天气和土壤环境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让联山成为广东最著名的有机稻生产线 所谓好山好水出毫米 地形的优势加上传统的耕作模式 让联山大米享有盛名 六百多年的种植历史 养活了好几代人 从它的一个优良的环境气候来说 它是全省唯一一个没有工业污染的县城 这里拥有洁净的水源 干净的空气 还有一个肥沃的土壤 而且结合了我们联山大米 采取的是有机种植的方式 我们在优良的环境下 在一个水源 土壤 还有空气都达到有机标准的生产环境下 粒粒饱满的黄金稻谷 透过剥壳机剥壳后 将不完整的骨壳再分离 经过物理抛光后 色泽经营的米粒 还要再进行色选及筛选 层层严格把关 成就着粒粒饱满的联山大米 我们使用了鸭道工作 就是我们每一亩的稻田里面 放养上了几只鸭子 实现了一个鸭道的工作 它是利用一个天敌除虫的一个原理 因为联山的这个 具有一个昼夜温差大的 这样一个气候的特点 它非常有利于那个稻谷的营养积累 所以它我们这里种植出来的稻谷 它的一个生长周期比较长 所以它里面积累的营养比较丰富 冒着白烟 热腾腾烹煮出来的米饭 香 甜 软滑兼具 Q弹嚼劲 口感厚实 还有冷却不应不回升等著称 联山大米的好滋味 也延伸出不少壮摇特色美食 滑而不黏 皮薄现香 瓷巴是联山家喻户晓的美食 更是过年过节必备的民族佳肴 现磨现碾的糯米粉 包入咸餡或甜餡 水滚入锅 煮到汤池浮起 由于料理方式和汤圆相同 因此又被称为大汤池 这种族的糯米 它产掉 连山的 咸的 甜的 粉种都有 你取分吃哪一种又吃哪一种 我当个顾客 那新疆是什么工作的呢 是搞变糯米 糯米浸好它 浸好滤干水以后 再把它搞变粉 搞变粉不是菜粉 菜和粉不是 炸的一个一个就放料了 传统市场上常见的壮族炒米饼 同样是连山大米制成 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可口零食 这些是我们连山很喜欢 那些人可以吃的 可以对身体也好 用处也好 这种就是暖那些味 可以的 就是我们可以当早餐吃也行 为什么它有这么多颜色 颜色 有一些是不用炒的 有些甜 有些咸的 有些放发生鸡麻 就是这样 都是糯米 糯米 大米 有些是放煎米来做的 有些放那些糯米来做的 连山壮族瑶族自制县 历史悠久 民风醇厚 使得民族特色美食得以保存 好比壮族鱼生 将草鱼去皮剔骨 切成鱼生 放在剖鸡上 晾干净一个钟头后 才能放入大碗 将鱼生和鱼心草 薄荷 萝卜丝 木耳丝 蒜蓉洋葱等食材 搅拌醃醋 在鱼生上 撒上满满的花生粉和蛋丝 这道极具风味的壮族美食 就可以上桌了 我们这里的天气比较热 这里的风俗 这道菜很有解熟 解锐那种功能 特别也是招待客人 也是上等菜来的 每个配料它有各有各的特色 像是不是鱼心草 它是有解锐的功效 有 鱼心草薄荷、脂酥 一般都是解药 对身体体 顺丸功能很好 经历漫长的民族和文化融合 莲山县的特色美食 兼具汉、壮、窑三足 汉月、味香三省的精华 三省三足 美食多味 走一趟莲山 舌尖味蕾 必将有物超所值的享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